朋友大家好 我是謝忠林 謝老師 現在開始我們2月8號早上一段索馬視頻 那一樣我們先簡單看一下這個盤 大盤今天小漲8點 那其實你昨天大跌 那如果說這個盤勢它是空盤盤的話 應該怎麼樣 應該它會延續跌勢嘛 但是呢今天應該震盪一下就有點回穩 那其實回穩的話 你看法案的話 昨天賣100多嘛 今天賣32億 也就是外資也沒有說加大賣臭力 等它投信一樣就去買它的 我個人估計啊 那個融資應該會慢慢的增加 晚上應該還是增加 因為這一段閃物沒跟上 閃物沒跟上的話 好不容易有掉下來的話 好不容易有掉下來 有跌 其實應該是有之前沒跟上的 他這地方趕快說什麼 壓回趕快找買點 趕快切進去 所以這部分應該是整理啦 我認為就是短線上會先整理啦 因為晚上還有那個 把我的談話嘛 然後下禮拜又有CPI來公佈 那CPI這個部分呢 如果說它下降的速度 就是下降的速度 如果說是比目前市場上預期的快一點的話 我們昨天有跟大家提到嘛 市場上預期 因為禮拜五的那個費農就業 數字非常棒 所以呢 所以 數字出來之後 五月份大家可能想說 五月份可能又再三億嘛 就是會升到5%到5.25這邊 那如果說下禮拜二的CPI數據是 又不錯的話 搞不好 搞不好就回到之前的狀況就是5% 就是5月升息的再生一馬的部分可能就沒有了 好不好 所以先跟大家報告 就是這個地方一樣的貨物表現 那貨物表現的話 我們看今天的一紙賺 通常今天一紙賺其實 還是有股票啦 所以也就是說什麼 其實盤面上還是貨物表現 而且你可以看今天那個歐利器的部分 歐利器已經怎麼樣把昨天黑板給收掉了 所以代表這個市場上 死戶主力還是在啦 沒有走啦 那我們看這幾支股票的話 通常其實 像這個保瑞就是生計的嘛 那保瑞當然就是什麼 這個是CDMO的龍頭嘛 CDMO龍頭的話 當然就是你新要的龍頭就是藥藥嘛 然後CDMO龍頭就是保瑞嘛 然後那個再生醫療的那個 比如說吸巴療法就是長勝嘛 就是其實這幾支股票都是算領頭的啦 那算領頭的話 就是你看這領頭有沒有動 其實可以看出說資金有沒有在往這邊卡 當然像我們剛剛講到像保瑞這方有轉強嘛對不對 看起來是強的 其實它價格比較不親民啦 我只能說價格不親民 但是你看這部分 你看6712長勝的部分也是一樣 也是一樣 有沒有發覺 就是都有在往上跑 當然像這個藥花藥 其實你說他們到底有賺多少錢 也沒賺多少錢 藥花藥現在是賠錢嘛 也就是現在這部分 如果說藥花藥 其實藥花藥就停在500塊這邊 其實也你說它會跌 它也不太跌 它就有一個想像空間 但是呢 但是那個長勝跟保瑞這邊有在動的話 其實升級怎麼樣 升級基本上就有資金會去卡 就有資金會去卡啦 所以如果說你有強勢的部分來看 當然那個保瑞 保瑞其實它是算強的嘛 那如果說你要看的話 你可以連長勝 6712長勝一起看 那除了這兩隻以外 比較親民的 像比如說像40幾塊的 像更新也是不親民啦 那這銀位 這也是很不親民 都400多塊 比較親民就兩隻啦 一隻系統店 一隻華服啦 其實這兩隻都是什麼 這兩隻都是車用的啦 車用的 那車用的話 如果說你這樣選的話 明天如果說比較 比較可以入手 就是你要做的話 可能什麼 比如說我們這邊看的話 可能是什麼 華服嘛 外資投信都在買嘛 然後那個台辦是我們前天有跟大家提到的嘛 然後進去也講一段時間 這個也不用 也不用講 也不用多說了好不好 那個反正就是 今年那個 不管是 MD或是Intel 都要推新的平台嘛 所以它是什麼 所以就那個 同伯的部分 會漲價 用量會變多 也會漲價 好不好 我現在這個也是年初講到現在的 那如果說以華服來講的話 線型看起來是是漂亮的 就是整個撈起來 然後投信進來買 那投信進來買的話 如果說我們看今天那個投本比上月線的話 第一名貌打 然後第二名什麼華服 對 那康書 我康書早上開很低 他昨天開完法說了 他看法說我早上開這麼低 這個看 我認為可以觀察一下 還是可以觀察一下 反正就是投信又尻起來 他這個型態 我不知道他會整理多久 如果說有強攻型態的話 因為這個反而有出報告 反而出了報告 賺了一塊錢 一塊多而已 一塊多兩塊多 股價已經拉到這邊了 他股目標是四十幾塊 應該是會 這邊可能會稍微整理一下 反正就是看投信這邊買的態度 那買態度的話 這邊 因為我今天是有請學員先除掉 因為他開太低了 跌破這邊低點 那個我不知道要整理多久 所以我先除掉 但是 如果說你還在的話 反正現在也都是賺錢的 我認為就是你可以留意一下 好不好 留意一下看那個是不是 那個整理線漂亮漂亮 反正這種就是 整理線漂亮再買回來 不漂亮的話 不漂亮再找別資 新唐我今天節目上也有交代 出掉 好不好 先把它出掉 當然就是穩賺的 賺二十幾塊 主要是 投信砍兩天 投信砍兩天 毛毛的 好不好 結果這邊砍兩天 反正就是這個你看著辦 反正就是 再怎麼樣 破月線你一定要出 沒破月線你都可以放 好不好 反正就是 康書的部分我都還可以留意 其實新唐這邊一百五好像過不太去 可以再觀察一下 那康書這邊就是 因為投信還在買路 說你還在的話 就是一樣 你觀察那個 續航力到底怎麼樣 好不好 然後其他的那個台辦 這個台辦這個應該沒什麼太大問題 就是 投信外資一樣 都在 然後大二十五比 看大二十五比 大二十五比他這禮拜跳 跳蠻多的 跳蠻多的 就整個跳起來 所以就這部分 他因為他昨天的黑黑棒也收掉 所以像這個 我認為還是一樣 就是 你還可以去盯 所以投票 你現在看有沒有發覺 其實 車電的還是蠻多的 車電股 像是順德也是車電的 車電股還是就還是在裡面 所以 如果說要看的話 如果說像那個今天一十川的部分 如果說明天你要做的話 就系統電跟華福兩支 兩支去選 但籌碼比較好的什麼 籌碼比較紮實 我就看起來是 稍微好一點的是什麼 應該是在那個 華福的部分 因為他四月營收公佈了 這四百戰開始往上跳 這個華福可能 稍微漂亮一點 因為其實他是 做那個車體輕量化的 電動車車體輕量化 就是那個鋁美合金鋁柱間的 他是 間接接到特斯拉 間接他不是直接 他是間接接到特斯拉 所以他也算是 另類的特斯拉概念股 然後投信持股沒有很多 一千多張 然後今天買一千多張 也就是這個地方 剛剛開始在建立補位 所以 像這個 我認為就是你可以 如果說明天你要做的話 不管是長線還是短線 這個地方都可以開始留 就可以留意一下 好不好 那我們就先簡單飛到這邊 反正就是這個地方 做簡單結論 指數就是震盪而已 震盪 讓各務表現 那各務表現的話 我個人認為 還是看車電 因為車電 其實我們剛剛可以看到 法人佈局的比較多 而且 而且其實他算是一個趨勢 那算是一個趨勢的話 其實這個趨勢不太可能 短線上一下子就結束 好不好 就是車電的部分 好 那我們先簡單發言到 到這邊 祝明天大家操作順利 明天見 拜拜